我們先來觀察 這個被另外一個焦點 當然就是習近平訪問俄羅斯 中俄關係感覺上好像是不錯 而且習近平是用和平為名 來介入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 不過現在很多說 其實雙方是各有算盤 各懷鬼胎 一邊握手一邊說和平 一邊在賣武器 吳老師怎麼看 其實我們看到 在上一屆的冬季奧運之後 習近平跟普丁碰面 碰完面之後 烏俄戰爭爆發 大家都一直在想 烏俄戰爭爆發 和平什麼時候到來 對和平的渴望 大家是很深刻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全世界都站在烏克蘭這一邊的時候 其實普丁的盟友是比較少的 而全世界都在看 中國你的態度究竟是什麼 中國很面為其難的 表達了中立的這種概念 那我們看到 對於烏俄戰爭 延長這麼長的一個時間 普丁他一直想結束這場戰爭 所以他不斷的求救武器 武器武器 對習近平來講 武器武器武器 如果我提供了 那到底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會不會讓中國自己捲入這一場漩渦 所以我們看到拖了這樣長的一個時間 烏俄戰爭也已經開打一年超過了 我們節目也講了很長的一個時間 大家都在問和平什麼時候到來 我們看到中國外交部馬上就出來講 在二月份的時候他有寫關於烏克蘭危機的12點聲明 甚至於我們看到習近平還把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 這兩個敵對的國家的手牽起來 我們看到習近平要出訪普丁的時候 外界都在想會不會變成一個和平的使者 因為我知道習近平有個夢 他還想要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這個夢 那我們看到對他來講到底是什麼夢呢 其實過去裡面習近平一直在談東升西降 而這一次普丁講得更直白 要談所謂的後美國秩序 也就是說美國不行了 中俄兩邊要站在一起 所以我們看到習近平離開的時候 離開克里姆林宮的時候 跟著普丁說 我們接下來要共同面接世界前所未有之大變局 但是更重要的是 那對我們來講的話 誰發動戰爭 普丁 那對台灣危機 誰是這個惡棍 習近平 結果他們兩個在談和平 所以我們現在出現了一種和平認知失調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非常勉為其奶的 在做這種所謂的中立的角度的時候 那我們要思考到一件事情 到底誰是和平的使者 對於我們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會看到中俄之間是各懷鬼胎 因為對習近平來講 這一場戰爭如果能夠削弱俄羅斯的實力 又能夠削弱西方的實力的話 最終他才是最終的這個老大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一次出訪裡面 我們看到他的握手或者是言談之間 那個小桌子小方塊的這種對話 其實都展現出誰才是老大的這種格局 對習近平來講的話 他到底要怎麼樣子在中立裡面 又能夠展示所謂和平崛起 作為世界的這個大國的這個角色 所以如果說他調停了這一場戰爭的時候 我們看過去我們罵習近平或罵普丁的 到最後你要怎麼去自圓其說 這個可能會出現所謂認知失調的這種狀態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在分化 各種不同的陣營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武器 OK 好 這個中國希望可以在裡面 稱出來他是個老大 但中俄關係來看 數字上來看是升溫 去年的貿易額是創新高 年增幅將近三成 那麼這一次當然表達的立場說 接下來是希望這個聯俄一起來對美 有沒有跟你覺得呢 這個中俄聯手之後跟我們之前講過的 這個美日台韓 或者是個整個東協之間聯盟相比 兩邊的實力怎麼看 好 第一個我們來分析一下就是說 因為這一次我認為習近平的一個反二 這個西方世界是有期待的 就想說這個最熟悉的陌生人 基本上會回到初戀的感覺 還是最後還是各自曲折 各自悲哀 或者是說有第三種選擇 那我覺得所有的政治問題 其實都是立即在經濟的問題上 所以剛剛靖穎講得非常好 就是說我們之間的對口貿易之間的 一個競爭關係 這會影響到我未來的外交的一個動向 那我們基本上我們是物理看花 所以我們只能從外交的一些 互動的一個情況來揣測 他們可能未來的一個發展 這兩個都水太深了 對 因為水非常深 而且他們每一句話 其實基本上都是精挑細琢的 都是幕僚在背後的話 反覆的一個斟酌的 像習近平一下飛機的時候 是走紅毯 所以他說中俄是 山水相連的友好靈邦 這確實也是 就地理關係也是 然後第二個 他做過去的整個過去總統套房的 這個是防彈級的 但是是中國製的 這個也就是維持所有的西方世界 你去看到任何出訪有可能的 不過他們更相信自己的一個汽車 那兩個人握手的時候 一邊是說普丁是親愛的朋友 感謝俄國對中國的支持 你看這個話不溫不火 不卑不亢 然後再來的話 普丁說我們的中國朋友 在大多數國際問題上面 是持公平的一個立場 其實他這個也就是暗示 就是說基本上你現在就是中立就好 跟我之間的一個關係 你自己去拿捏 中立比較重要 但是接下來我們來去看 西方社會怎麼 話都高來高去的 對 西方社會是怎麼去看 比如說華府智庫的 國際研究中心的一個 中國實力計畫的研究員 Hart 他這邊就有提到 他說你去看這一年的時間裡面 中國跟烏克蘭的外交高層 只磋商了五次 但是跟中俄之間的商談就29次 那29次裡面 包含習近平本人以及王毅 還有其他的相關人等 所以你說這個時間點上面 他會親烏克蘭嗎 未必 但是會親俄國嗎 等一下我們會去說 所以最後Hart這邊的提到 他引述了一個CNN的一個報導 他認為說 習近平現在在做的一個動作 試圖的給外界一個中立和平使者 但是背地裡面 其實是希望能夠怎麼樣 慢慢看事情的發展 讓歐洲來疏離美國 藉由這次的一個事件 只是想要去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 換言之的話 我現在暫時沒有辦法當世界的霸主 但是我可以搗亂 我可以想辦法去分化 瓦解歐洲跟美國之間的一個關係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所以回頭我們去講一個 最後的一個結論 所有的政治問題都是在經濟裡面 你看中俄之間在去年度 他們之間的一個貿易關係 已經創新高 1902億的一個美金 這個能成長率是29.3% 我們會覺得很了不起 所以因此我們就去推論 那他是不是就要跟西方聯盟 開始形成對抗 可是你去看去年一整年 中國大陸的整個貿易夥伴的一個排名 第一名是東協 9753億 第二名是歐盟 8473億 美國是7594億 所以如果你是要跟西方社會 來去對抗的話 你把美國加韓國加日本加台灣 我們這邊多圈一下 這樣子加起來總共是1.8兆的美金 那現在1902億對1.8兆的話 基本上只有10% 你會為了這10%的事情 去損害你其他的 將近90%的利益嗎 關鍵的一個部分 還是在東協跟歐盟 東協當初是一帶一路的 歐盟這裡的態度就變得很重要 所以你說他會不會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親烏克蘭然後最後惹惱了歐盟 我認為不會 所以他最好的狀況就是做一個中立 OK 好 就中立保持一定的關係 但是不可能是去對抗這些更重要的貿易夥伴 謝謝永明哥 我們今天來看到荷蘭政府也決定 今年夏天開始禁止ASMO一些DVUV 出口到中國 我們也看到全世界半島裡 甚至韓國 日本 美國 荷蘭 台灣 這些國家主導 我們今天講到日韓關係改善 形成一個日韓的 可能另外一種聯盟的形式 中國 那一鏡跟我們來看 是不是中國來看 它會更形同被孤立 半導體的發展是不是會更不利 是 事實上我是認為說 原來中國半導體產業就已經很慘了 對 現在在孤不孤立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 因為本來就已經很慘了 本來就很慘了 因為我們一般人都會有一種既定的印象 覺得說好像中國進入到每一個產業 剛開始它的技術都比不上其他的國家 但是很快的它就可以追上別人 用錢用人 對 主要是因為它的成本太低了 它的人力成本尤其非常的低 所以一開始就是說在中國不管是在電腦 或者是手機或者家用電器的產業 或者化工產業等等 它在品質以及性能上都比不上日本跟韓國的產品 但是由於它的成本很低 然後還可以達到它的經濟規模 所以很快的它就追上了日本韓國 甚至於台灣的一些工廠都打很慘 可是半導體產業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奇特的產業 就是在中國的半導體產業 事實上不管是相對於台積電的先進製程 或者是相對於台積電的成熟製程 事實上它在成本上都沒有多大的競爭優勢 我們來看我們第一個就是講說 我們來比較就是說 就是現在中國像中心半導體 它現在還在做28奈米的製程 那中國中心半導體的28奈米製程 跟台積電的7奈米製程來比的話 我們會想說這個一定是說28奈米製程 它的生產成本比較低 事實上不是 因為半導體產業有所謂的摩爾定律 摩爾定律就是每一個下一次代的製程 它在同一個WAFER 同一個晶圓上面 它可以放進兩倍的晶圓數字 所以我們現在28奈米跟7奈米 它總共差了四個世代 四個世代二的四次方是多少 就16倍 所以台積電在7奈米的WAFER上面 可以放進16倍的數量的IC 所以它平均起來 其實它成本並沒有提高多少 事實上在更早之前 事實上是在摩爾定律可怕的地方就是什麼 下一代的製程所生產出來的晶片 不但它的運算速度比較快 比較省電 而且它成本還比較低 所以之前我們之前也在節目上也講過 就是說你在半導體這個產業 你一旦落後你就死了 因為你做出來的產品比人家差 而且你的成本還比較低 到了28奈米以後 因為我們知道先進市場的投資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成本反而是稍微上升 但是都差不多 所以我們這邊來看 就是說如果是中心半導體的28奈米的製程 它生產的成本是每1億個Gate 那個羅基閘的話 它大概是1塊3美金 然後台積電它事實上7奈米的 大概是1.52塊美金 事實上沒有差多少 沒有差太多 可是這個是差了四個世代 它的運算速度是快了不知道多少倍 所以它成本優勢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我們另外一個就想說好吧 我們就來比較就是說 台積電的成熟製程 跟中國的來比 跟中國的來比 這個是2017年的研究 有點舊了 但是我們看了 當初他們就研究 也是28奈米 28奈米就是T1 Fundry 指的就是像台積電三星 它的生產成本大概這麼多 然後如果你去建一個新廠的話 你的成本會這麼多 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呢 我們就是想說 IC製造的成本主要來自於三個部分 一個是折舊 一個是間接人員 一個是材料 以及直接人員的成本 我們第一個來講折舊成本 這很容易理解 就是說台積電在28奈米量產 是在2011年的時候 在12年前 現在中芯半導體還在天津 在幹一個新廠 是做28奈米的 所以台積電的這個廠 已經12年了 它一些折舊 早就已經探體的差不多了 所以它折舊成本會低很多 這是綠色的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講是間接人員成本 間接人員成本指的就是工程師的成本 然後我們這邊看得到也是 就是台積電它的成本 會遠低於一個新廠的成本 為什麼呢 我們就講說 台積電在12年前 它就生產28奈米了 它已經熟門熟路了 所以你這個廠 你需要派一些很厲害的工程師去做嗎 不用嘛 你就找一些工程師 少數的工程師 維持它的運作就好了 可是中信半導體 它還是必須花很多的錢 用很高的薪水 去請到一大堆頂尖的工程師 因為對他們來講 只是做成熟製程 對 對它來講 它是很難的事情 所以這個地方它會比較貴 最有趣的事情還是什麼 就是說連材料 還有直接人員的成本 都會比較高 中信半導體 為什麼呢 因為台積電 它第一個 它的經濟規模比較大 它的採購成本比較低 然後再來就是 事實上在半導體產業 直接人員事實上需要的很少 所謂的直接人員 就是在顧機台的那些人 半導體大部分都是已經自動化了 需要的工程師 都是間接人員 是在做研發的 這樣聽起來 中國還有什麼要掙扎的呢 就很難了嘛 然後這個表演很有趣 這個100person是什麼 就是說以它的售價來講 所以這個時候 在2017年的時候 台積電這樣一個廠的話 它的成本大概是它售價的60% 那這個都不敷成本了 對 所以它賺40% 可是中國它是 事實上是這樣 大概是有130% 就是它的成本是 它賣價的130% 它還賠30% 所以中國那時候 唯一的機會是什麼 靠政府養 可是政府再怎樣養 養到已經養不下去了 所以基本上 它沒有什麼競爭力 OK 好 謝謝我們執行長 所以我們台灣 有這麼多利基點 半導體的庫存調整 又進入尾聲了 到底半導體 接著要怎麼投資呢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